张育元 鹿骨观光龙园第十代船人 16年前放棋高薪的兄弟直办经理 反乡扮茶农 就13年起获地方各厂市茶赛特等奖 2007年在进军中央 在下农委会举办 全国台湾第一好茶雅军 2009年更引禁国茶 台湾第一好茶人创新中立品牌 在两岸获得广大的回响 张育元说 单头茶给的特色是扑鼻清香 耐冲泡 猴韵生津 目前在国外都很受茶友们的欢迎 今年也将准备参加美国 日本 新加坡等国的茶博会 第一个喝到我们的茶也来讲 它一个扑鼻清香 然后耐冲泡 然后它的猴韵也延年久久 让它入口生津 所以很多的茶友看到 台湾竟然有这么好的高山茶 所以目前我们在国外 还有日本 美国方面来讲 都很受茶友的喜欢 所以今年我们一季说 参加美国 日本 新加坡 等个国际的大展的茶博会 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的茶也 带出去国际化 至于重咬乌龙 张育员说这项茶叶命名 强调本土化及口语化 其实它是茶经 被小绿叶蝉咬过的 有淡淡蜜味水果香 冷热泡皆宜 结合红茶白蓝地 有另类香槟风味的特色 受老外欢迎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茶区来讲 都是经过农委会 以及农政单位辅导 所以说以前叫做贵妃乌龙 但是我们茶友聚集的时候 想一想说 蜜香草就是小猎产摇的 干脆就比较自然化 口语化 本土化 所以叫做重咬乌龙 就是糖咬乌龙 糖咬乌龙就是无毒的 所以虫才会过来 所以讲这样的话 变成说比较本土化 人家一听就知道说 重咬过的就是没有农药的 那个我们重咬乌龙来讲的话 它本身是经过小绿叶蝉 吸引茶叶的茶汁 所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蜜香味 这个茶叶来讲 泡出来有一个淡淡的蜜香 它的口味就感觉说入口回甘 它是一种中花效种搅拌 在一个无毒的环境下 所做出来的茶叶 这个东西可以冷泡热泡 符合国际以及红茶 喜欢红茶的需求 如果再加一些白蓝丁或威士忌的话 就变成香槟乌龙 江玉元说 其实台湾茶商要具世界观 并且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 毕竟大陆格局及世界都太大 进军先要有明确定位 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茶叶交易手中诚信 当然优质的品质列第一 相信台茶在大陆及国际 都具广大挥洒空间 真是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יש 当眼签 êtes 明天 交易手中心 不吝点赞 。 до